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十一讲 我们继续讲认信圣经无误 就是承认和相信圣经无误的重要性 上一讲我们介绍过天主教 自由派 还有新正统派的圣经观 我们看到天主教是在圣经以外加上人的传统 教宗跟教会的权威 自由派是削减了 从圣经的权威减少了他这个权威 因为用人的理性来拒绝了一些超自然的事 新正统是把整个上一句话提升到一个莫名其妙的范围里面 我们读了美国联合长老会1967年所发表的 Confession of 1967 1967的信仰告白 他们的圣经观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巴特行的 就是新正统的圣经观 又如何在华人教会里表达出来呢 其实巴特行的圣经观 已经在很多的华人神学院的系统神学系里 已经被接受为是经典的主流的观点了 在香港有一个基督教的出版社 好几年前他们出版了一系列的鼓励基督徒阅读的杂志 这个出版社也有一些的书店的角落 是特别用来鼓励基督徒读书的来开小型会议的 在这个创刊号里有一篇维护着 在这个影音时代里还是要读书文字的重要性 这样子一篇的文章 作者目前是在亚洲某一间的金星辉的神学院 担任神学教授的 他认为道和文字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 可以说是辩证式的 甚至说是存在主义式的一种的关系 这段的文字是迷人的美 就好像巴特的书 你读了感觉到迷人的美一样 请听 道成了肉身 上帝在地上留下了痕迹 在人世的历史中 见证人目睹耳闻 亲身的摸过 争辩过 否认过 都过去了 随着肉体的归于尘土而湮灭 感官的接触都过去了 还剩什么 遗留下了痕迹 以文字留在人世的历史中 文 以在道 道显现于字里行间之中 有待手说 追寻 营造 想象 建构 一个历程 绝非当下 直至 那日子 那时辰 此间 还是文字 你说是不是迷人的美 他在来讲什么呢 他说道成了肉身 上帝在地上留下了这个痕迹 在人世的历史中 没有说 上帝 穿上了人性 真真实实做了一个人 他说留下了一个痕迹 在历史中 非常像巴特的 这个 启示观 和基督论 他说呢 这个道成肉身 有见证人 他们眼睛看过 耳朵听过 也摸过 也争辩过 也有人也不承认 道成肉身 这些的接触都过去了 感官的接触 不论是耳朵 眼睛 手 都过去了 就是说 上帝留下了痕迹 有见证人 但是他们都已经过去了 那剩下什么呢 剩下了文字的 这个的痕迹 再来 上帝本身就留了痕迹 道成肉身 这个痕迹的见证人 都死了 这个痕迹 现在留下痕迹 就是文字 文字是留在 人世的历史中的 但是这个文呢 又在道 你读的时候呢 可能道就显现出来了 文以在道 道显现于治理行间 所以当你读的时候呢 可能你会去追缩 寻找 营造 想象 建构 可能找到 道 也不一定 这个历程绝对是 不是当下的 不是说 很轻易的一件事 所以呢 直到 将来那个日子 那个时辰呢 现在只有文字 也就是说呢 要抓到的一个理想 是需要我们营造 想象 建构的 所以文字是 上帝的痕迹 新正统派的神学 在华人神学界的流行 肯定会导致 教会和信徒的信仰 越来越主观 而客观的真理 命题式的启示 逐字的默示 系统的教育 都会一步一步的 被弃绝的 教会的前途 是不堪设想的 说到这里呢 不单单是我们要讲 新正统 与华人的关系 我们可能 跳了一步 我们要看 新正统 与西方的 福音派的关系 换句话说 巴特 与美国 福音派的人 之间的关系 是什么呢 或者自由派 和新正统的神学 又怎么影响 西方的福音派呢 新福音派 Neo-Evangelicalism 在1970年代兴起的 美国的福乐神学院 在1940年代末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创办 在这件事之前 在1943年 美国已经有福音派人士 成立了美国全国的 福音派的联盟 或者协会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NAE 所以在NAE成立之后 Charles Fuller 这一位当时美国的 电台广播接力 差不多最有名的 讲道者 他与另外一位 波士顿的 Park Street Church 公园街公理会的 牧师 Harold Auchinke 等等 还有Billy Graham 他们呢 就创办了 福乐神学院 起初呢 信仰是非常正统的 当时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美国人很感觉到 有这个使命 要回应人类文明的危机 面对着 刚刚过去的大战 面向希特勒 面向斯塔林 就好像人类的文明 朝着灭亡的 这个方向 所以呢 福音派的人士呢 要在美国的加州西安呢 建立一所基督教的 哈佛大学 维护信仰 改变文化 所以他们的梦 是非常的大的 而他们当时的信仰 也与改革中 非常的相像 但是 到了1970年 其中一部分的教授 就开始不再相信 圣经无误了 包括 这位创办人的儿子 Daniel Fuller 他在德国 读完了圣经课的 博士学位之后呢 他就告诉他的父母亲 他不再相信圣经无误了 那当时呢 Fuller的一位年轻的院长 也很奇妙的 很奇怪的 离开世界 所以他们就邀请这一位 David Allen Hubbard 做院长 而Hubbard和这位 创办人的儿子 Daniel Fuller是好朋友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Hubbard院长呢 就接受了创办人一家人 特别是他的儿子 那种不信圣经无误的信念 就把Fuller神学院发展成为 美国差不多最有影响力的 一所神学院之一 这些的圣经学者强调 解经的时候呢 需要了解上下文和历史文化背景 他们也相信 圣经在信仰 就是灵命救恩 还有生活方面 是信徒的最高的权威 但是呢 在历史和科学方面 特别是神级方面 按照现代学术的标准呢 圣经就有一些不准确 不可靠 不真实的片段 所以当他们讲到 圣经是神的话 是最高的权威的时候 他马上就加到一句 不过呢 我们要合理的去解释 圣经就是了 他们是如何理解 圣经的权威呢 会有人说 圣经整体是上帝所默示的 但是其中某些部分 不是上帝所默示的 或者说 圣经某些部分 是上帝所默示的 所谓正点中有正点 但是不承认 全部的圣经 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简单地说 圣经不是完全是无误的 当时复了的教授们 受到福音派其他的神学家 强烈的批判 这个批判他们的神学家 包括当时费城第四长老会的 James Montgomery Boyce 中文翻他的名字是伯爱斯 另外在加拿大的 巴克 J.I. Packer等等 这些的福音派人士呢 在1975年 在美国波士顿的郊外呢 也邀请他们 福罗的神学院教授们 一起来开一次的特别会议 双方呢 就达不到一种的协定 因此呢 这些还是持守着 正统信仰的传导人呢 就组织了国际圣经 无误协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Biblical Inerrancy 为什么叫做国际呢 他们都是美国人 除了巴克 住在加拿大 所以称为国际 他们计划好 在十年之内 召开几次的大型聚会 1978是第一次发表了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 后来呢 又再召开一次的大会 发表了 芝加哥圣经解释宣言等等 然后呢 按照他们原定的计划 十年之后就接受了 这个International Council的存在 不过这篇文献 或者说这三篇的宣言 还是在流传的 所以 为什么我们福音派 还是强调圣经无误呢 因为福音派里面有人 不再相信圣经无误 圣经无误这个问题呢 也影响了美南进行会 多年来是 整个美国人数最多的中派 他们最高的领袖们 经过多年的权力斗争之后呢 保守派的人士 总算得到某些 进行会神学院的院长 这个职份 譬如说南方 进行会神学院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 的院长 Albert Moller Jr. 他的姓氏是Moller M-O-H-L-E-R 我们长老会的改革中 人士非常欣赏 这位我们的同路人 主内的弟兄 为了圣经无误正统的信仰 赞理得非常流魂 所以他的毕业生呢 越来越多是真的持守着 宗教改革的 独信圣经的信仰的 新福音派呢 在1990年代 已经尝试要夺取福音派 这个名显 就是说他们 不甘称自己是新福音派 就称自己是福音派 企图呢 要将承认圣经无误的信徒呢 就排挤在福音派的文外了 譬如说 一位很出名的女牧师 神学院的教授 后来是大学校长 Roberta Hestines 曾经在基督 曾经在今日基督教杂志上 做过这种的宣称 她说 我想在字译上多讲一些 belabor the language a bit 福音派这个词 是应用在好几百万位 长老会寻到魏理工会 圣工会 信义中人之身上的 我不愿意用这词 在那些在主流教会外面的人 那这位女牧师所说的 就是说那些主流宗派里面的 是福音派 那在主流宗派以外的呢 这个真的叫读者费解 这个是一个占性的定义 按照这个定义呢 成千上万的保守宗派里的人士 譬如说 博道会 宣道会 进宣会 改革宗长老会 路德会 巡礼宗 圣洁会 还有独立教会 还有弟兄会 福音堂等等 他们又算是什么呢 就算是在福音派的门外咯 按照这种的说法的推理 那些仍然认清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无误的 但是居在主流宗派以外的人士 若用教会历史上曾经用过的名字 就被打为是基要派咯 不过我说 这又何尝不可呢 老早在1950年代 巴克在英国圣公会 新派神学 就自由派神学兴起的时候 就写了一本书叫做 《基要主义与神的道》 这本书里面它做出一些澄清 假如基要派是指 圣经的默示 圣经的无误 还圣经的权威 这些信念的话 那我们应当站起来宣证 是的 我们是基要派 但是若基要派的名词是指 教育程度低 视野瞎矮 对此不同观点的人 是有偏见 排他 对世界上的事 当代的思察不关心 无知的话 那我们不承认 我们不是那种的基要派 《基要主义与神的道》这本书 到了今天 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 读起来 仍然觉得是很新鲜的 这本书不容易找 我们可以考虑读巴克 后来写的一本 《 Truth and Power 真理与全能》 这本书 好 我们说了 自由派 新正统和新福音派 这三派简单的说 都不相信圣经五五的 现在我们来讲 第五派 我们讲了 自义解经的基要派 天主教 自由和新正统派 新福音派 现在我们来看 后现代的全世学 进了一九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 学术界里最有影响力的权势学 或者权势理论 Hermeneutic 乃是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主义 Deconstructionism 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呢 他们想要完全排拓 传统西方对绝对真理追寻的关怀 称这个叫做Logocentrism 罗格是中心主义 而把它抛弃 我停在这里 我解释一下 既然自从十七世纪末的理性主义 到了十八世纪末的康德 到了十九世纪的自由派神学 都认为人的理性所不能接纳的 就不是真理 所以圣经里面若有什么东西 是人不能接受的 我们就不用相信它 结果到了是什么呢 到了最后呢 到了后现代时期 特别是一九八十年代之后 这些的哲学家认为呢 你还相信宇宙有绝对真理吗 你假如是一个相信宇宙 有绝对真理的 包括你相信圣经 可兰经 你相信科学理性都好 这些是崇拜一个绝对真理的偶像精快者 你们都有病 你们的病就是相信宇宙有真理 叫做罗格是中心主义 各位听懂了吗 在这个后现代时期之前 我们基督教 正统的基督教 会被那些理性主义者 科学主义者批判 我们是不符合理性 不符合科学的 真正的真理在理性 在科学那个范围里面 所以基督教和理性主义 基督教和科学主义 所争辩的是 真理在哪里 但是双方都相信宇宙有真理的 我们信真理在圣经 他们信真理是理性所找到的 或者科学所找到的 到了今天的后现代 我们再打另外一场更基本的一场的仗 就是不是说外面的人认为理性是真理的标准 我们认为圣经是真理的标准 已经不是如此了 现在问题是 若任何人相信 不论是理性科学圣经 有宇宙里有真理的标准的话 这个人有病 这个病就是Logocentrism 罗格斯中心主义 后现代的思想 就跟着19世纪下半的哲学家 尼采等等 他们的思想认为 宇宙是没有意义的 语言本身没有意义的 只不过是政治权力的工具 语言只不过是意识形态 Ideology 字只不过是符号 它是什么东西的符号呢 解构主义的大师德里他说 字只不过是人想到 关于一件事情的 关于一件物体的声音的形象 Acoustic Image的符号 就是说当你看到一个东西 譬如你看到这个 你就想到英文是想到 Pen这个声音 中文是B这个声音 字就是一个随意定出来的 是社会随意制定的 随意的与这个物件连在一起的 字本身没有意义 只有某个时代的社会 用惯的语言系统 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先前都讲过了 文本死了 左者死了 读者死了 我举一个个人的经验 作为例子 1968年 我进大学 我进的是美国有名的 长春藤里面的大学之一 宾州大学 当我进到宿舍的时候呢 当我们搬进宿舍的时候呢 那个社间 RA Resident Advisor 就对我们讲的一句话 里面有两 有三个拉丁字的 他说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ill not act in local parentis 他说 宾州大学呢 不会扮演你们父母亲的角色的 简单的说 你要跟哪一个女孩子睡觉 是你自己的事 结果真的如此 当时是一个非常开放的时代 那是1968年 我们把时钟调到1990年代末的时候呢 同类的大学 当他们搬进宿舍的时候 还没有开课 这些的辅导们 可能会带他们出去露营两三天 这个露营的目的 这个主题是什么呢 是说 你们都有病 什么病啊 同性恋恐惧症 所以你们要从这个病被医治 要解放出来 那你看 在1960年代 这种呢 是反对传统的标准的 一种的道德 但是到了90年代 21世纪的时候呢 不只是说反对传统 那是说呢 宇宙里面完全没有标准 除了同性恋 肯定是合理合法的 又进一步了 那在神学上 这个进一步就是 任何人认为宇宙有真理 是有病的 在伦理上 任何人认为有道德标准的 是有病的 除了你必须相信 某一些东西是绝对的 文本死了 任何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 作者死了 任何的文字 原来的意思是找不到的 读者也死了 不是我存在 乃是我的语言架构存在 这些我们都解释过 这种的虚无的思想 正在操纵某一些的福音派的神学家 和世青学家 香港非常出名的一所的福音派神学家 在九十年代 他们学看 头九期就充满着这种的 读不懂的文章 当时大多数在中文神学期间发表的 介绍后现代诠释学的论文 都是全盘照收 不加批判 叫华人的信徒 盲从最新的 世俗的思潮 这是严重的趋势 华人教会需要醒悟过来 后现代主义 批判现代籍的人高举理性 这个批判是对的 但是基督教里面的人士 在过去三百年 不是每个神学家都盲从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 也有正统的福音派的 提出对现代 对唯理性主义提出批判 譬如说 Abraham Kuyper 凯博 范太尔 我的老师 Carl Henry 韩格尔 就是神 启示权威这本书的作者 进入基督教 1955年 创办的时候的 主编等等 当代的福音派神学家 跟着世俗的 后现代主义走 批判基督教神学 几百年来 崇尚理性 Logocentrism 用不变的本体论 建立神学架构 非常的不幸 其实福音派 应当效仿 考考 Henry 范太尔 Kuyper 等等 因为他们老早就提出 现代性里面的自主的理性 是死路一条 令人费解的是 直到虚无主义的解构主义 批判了现代主义之后 福音派又跟着后现代哲学 和神学的尾巴走 顺便一提 若有神学家 是接受新正统 存在主义的神学的 他们 虽然自称是福音派 但是他们没有能力去回应 批判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的 这些在一些的中文神学 期刊里面 如何回应后现代主义的文章 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简单的说 你若接受了 存在主义型 或者自由派神学型的人本主义 你崇尚人的经验 或者理性的话 你就没有武器 来与这个后现代 这个非常的有毒的思想 来作战的 我们需要重新建立 语言在上帝启示中 是足够的 不少神学家这方面 有一些的努力 不过呢 我们还需要继续的 我说过 假如有上年人 愿意读哲学的话 他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语言 特别上帝用语言 来做启示 这个是完备的 是足够的 今天我们要重新相信 强调圣经无误 我们下一讲会 继续讲 这个圣经无误的重要性 它的含义 而且如何的应用 更新歌 在这边 诺言 我们下集完